十二年国教社会领纲将有重大变革 课程主要包括历史、地理、公民与社会 争议最大的历史科 国中及高中将有明显区隔 国中历史阶段采长时段通史架构设计 各以台湾史、中国史、世界史为重点 个别学习总时速为三分之一 对此课程会学生代表表示 将提案要求台湾史学习时速 不得低于历史科总学习时速的二分之一 高中历史科课纲将分成三个历史主题 台湾史分成多元族群社会跟经济文化多样性 中国史则是国家社会、人群移动交流、现代历史 而世界史的重点则是在欧洲文化与现代世界 文化教会多元世界发展 世界变迁现代性 学生代表指出 中国史则是以东亚脉络去探讨 认为国中教导的历史先辈之士 必须深入 透过了解历史减少族群刻板印象 也有学者建议 将原民部落组织文化、自然资源放进领钢 才能了解台湾原民历史 部落的组织文化如何被同化 以至于快消失 以及我们的土地自然之类如何被剥夺 这样的一个历史把它点出来 然后在公民课本里面再去把它点出来说 那我们现在国家有哪些权力保障 法律权力制度如何去修补 把它讲得很清楚 让我们下一代的公民能够了解 怎么样去看待原住民族的诉求 这个比较重要 学者表示 国教院公告的社会领钢 虽然增加许多族群文化学习内容 但针对部落文化组织冲击 土地自然资源掠夺的部分仍有不足 因此建议领钢要具体描述 而教育部也预计在八月中 召开社会领域课纲审查大会 有时期晚 小娜早到台北市采访报道 进行转瞎 快乐 暂时